艾菲尔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勇于挑战自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的题板 勇于挑战自我的星座 那么请观众朋友还有来宾 来参考一下你的太阳跟上升星座 我们的这个乐眉姐的太阳跟上升 分别是牡羊座 还有这个射手座 那么我们的这个宜君是处女座配上金牛座 也许各个星座都有自我挑战的一个企图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谁更勇于接受自我挑战 来第三名上榜的这个星座 狮子座勇于自我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狮子座的个性呢 它是才华洋溢 并且呢是热情又活力 所以呢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以后 他自然会愿意把他的才华 在这个舞台当中展现出来 那么狮子座在展现自我 跟自我挑战的过程当中 最不怕什么 最不怕失败 因为他觉得说我是表现我的才华 所以没有所谓的得失的问题 我能够投入其中 并且享受这一份 表现自我的快乐 所以呢 狮子座会在每一次的自我挑战当中 累积更多的养分 以在最后的表现当中 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所以狮子座 无论男女都勇于自我挑战 来第二名的朋友 这个星座 天蝎座 也是勇于自我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天蝎座有一个性格 它觉得挑战自我 才能够战胜命运 天蝎座会觉得说 透过自我挑战 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可能出身不好 或者是说他觉得 以前可能自己很有才华 但是不被重视 不被看重 那么接受这个自我挑战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扭转一些命运 来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梦想 以及成果 所以天蝎座会借由这种 一段时间的努力 来获得更好的命运 以及发展 那么这个是天蝎座 他的自我期待 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勇于自我挑战的星座 这个星座 摩羯座 其实也是有于自我挑战的 摩羯座它会设定目标 并且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获得一个成就非凡的自我 那么在摩羯座的 这个自我挑战过程当中 它最不怕的是什么 最不怕的是时间的投入 有些星座的朋友会觉得说 我这个自我挑战 希望在三天五天的训练当中 就获得一个美好的结果 但是对摩羯座的朋友来讲 他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 来去做一个自我挑战的规划 比如说他花很多时间 来去做一个学术的研究 或花了三五年的投入 来去了解各种戏剧 或者是一些服装造型的历史 这样的时间投入 其实很多星座会觉得说 花了时间又没有办法看到成果 但是摩羯座来讲 他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累积 才能够真正获得 对这方面知识的一个全面的了解 所以有上榜的朋友 狮子座 天蟹座 以及摩羯座 都是勇于自我挑战的戏座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老师 哇 自我突破 乐美姐说 当你的教学风格受到欢迎 后来被学生票选为 最受欢迎老师 我也很惊喜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表现 最活泼 你在哪里教 不好意思 我在北大 在北大教 你是2005年硕士毕业之后 对我2007年跟2008年在北大教了两年 哦 他们到时邀你去 邀你去教书 可是你一开始你不是说你不愿意去吗 对因为北大有点远 太远了 然后工资都不够坐车 也不够坐飞机 对就觉得太远 就好像是台北到新竹那样的一个距离 就有点远 但是后来他们表现得十分的诚意 我还是去了这样子 而且那两年我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与满足 就觉得教学我还是很喜欢的 而且我把一些学生 他们对戏剧不懂 然后就是犹如一张白纸一样的 我就运用三个月到四个月 就把他们教了很会表演 而且很有表演欲望 而且把戏演得很好 所以你去上课的时候 连隔壁学校 清华的学生都跨校来 来蹭课 对我也很欢迎他们来蹭课 因为是他们学生上完课的时候 跑来跟我讲 老师老师我是清华的 我说怎么了 他们不让我来上 我来偷偷跑来上 我说没关系 你就光明正大的上 因为我那个是 学生大概有三十多个 然后教室不是很大 那你要是人数多的话 就施然不开来 所以他们人数还是有个限制 后来学校就有点意见 就不让他们来上 我说没关系 你们偷偷来没关系 我还可以教你们这样 对然后票选为最受欢迎的 还是当时的教务长里面的老师 跟我反映的 他说北大里面有一个网站 就老师上课 他会有一个反馈 会有一个反馈 他会讨论说 那个老师教的怎么 就公开批评 你知道吗 教的烂他也讲 教的好他也讲 那我当时不了解 他们学校有这个网站 是他们里面老师跟我讲 说学校老师 哇你太牛了 哇你怎么怎么 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那跟其他的教授教的有什么不一样 你的课特别自由 对我的课很自由 而且我是融合了台湾跟大陆的教学方式 而且我是非常开放的 而且我不光是教他们怎么演戏 我还教他们怎么做人 跟同学相处 因为他们都是天之骄子 比方有些同学生病了 没有人会理他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就说 你这个同学生病了 你没好好地照顾他 而且我希望我在我的班上 下次不要让我看到说 谁不舒服了 都没有人去照顾那个同学 我就跟他们教育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大家都是同学到互住互外互亲 后来我发现这样一个教育方式 他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 有外的同学关系 他们就变得很融洽 在班上上课就很融洽 而且我的学生不光是 来自五湖四海的那些学生 他还有韩国留学生 日本留学生 对所以他们就会变成壁垒分明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竞争性很强 对而且变成就是 就是觉得不是那么友善 我就说这个现象我不愿意看到 你们大家都应该互相的鼓励学习 OK非常好 这个才是至胜现实 真的 真的后来 但是徐教授你这个博士论文写得特别好 所以影响力很大 所以抢手到有人趁机哄台价格 对 本来是 你题目写的是什么 百年台湾电影史 百年台湾电影史 对 它现在就是有繁体版 有简体版 还有个韩文版 被全世界的图书馆收藏 是 是 那个是出版社跟我讲的 出版社跟我说 薛老师你这本城怎么受欢迎 说我怎么受欢迎 说美国的东南亚的 只要有华人圈的图书馆 或是大学 就是拿这个来做收藏这样子 而且这本书本来在中国大陆 只刚开始标价50块人民币 差不多吧 后来涨到268块人民币 你的论文是可以卖的 对 就是出版成书 出版书籍 百年电影史 那一定有写到杨丽花 杨棚掌 对 他们就开玩笑讲说 只要在台湾的工作人员 没有被我写到了 自己就要检讨了 哇 是很精彩 整理出来很棒 对 就算是一件大任务 把它完成了吧 就是1895到2008年 这100年的历史里面 我都写进去了 我等于是做一个梳理 给太阳 而且当时我写的时候 台湾电影是很差的 就是很不景气的那个时候 但是我写完 当时就 海角7号就红了 对 就我记得就印象很深刻 他们讲 他们就想说 台湾电影你有什么好写的 就觉得很不炫 可是我就觉得说 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 我把它当成一个命题来写 我就是给台湾电影做一个梳理 然后跟大家讲 跟全世界讲的时候 我们台湾电影是有 发光发亮的一个侧面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电影还是很 可以去做一些交流 价值观什么的 结果它就发挥了一个影响力 我就觉得 还是有点贡献的 下次 金马奖思维就是你 说得不错的 也不太好 因为 就会发生了一个事件